各位現場的嘉賓,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很高興能邀請到來自各界的嘉賓 能來參加我們這裡科工館一日光屋的一個開幕的一個活動 那待會活動即將正式開始 那請還沒就座的嘉賓請先就座 我們請這一個一日光屋的這一個負責人 台灣碳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許修騎先生 為我們做今日的開場誓詞 歡迎許執行長 各位嘉賓,各位貴賓,大家好,大家早安 因為我們今天的禮品跟位置可能有一些招待步驟的地方 那進行見諒 那今天非常感謝科工館這邊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去展覽我們的一日光屋的這座產品 這座新的科技 那我首先我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碳交易的執行長許修騎 那今天有很多的議員都來到現場 我們非常感謝這些議員 然後以及我們我要非常感謝我們的那個十四間廠商 那十一間廠商我等一下會一一介紹 那第一間廠商是我們的節能屋能源科技公司 他主要是幫我們去打造一個太陽能發電 然後整個儲能系統的科技的產品製作 那第二間就是我們電轉轉電力公司 他提供我們一個能源的微電網科技的應用 那第三間我第三間就是我要感謝那個我們的造品科技公司 那造品科技公司他讓我們的太陽能上面鍍了一層膜 所以讓我們的太陽能發電會更好 然後發電量會更大 那另外我也要感謝我們那個長程空調科技公司 他提供我們裡面的冷氣機 那他其實他在產業上也非常久 他他們打造的就是福爾摩砂的電瓶空調冷氣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介紹我們的那個新銳動能的電池 那主要新銳動能電池 電池它裡面就是結合我們的儲能系統 它可以提高我們的儲能系統的電量更強大更有永續的力量 那第二間就是我們的生銳電池 生銳電池也是我們另外一個產品裡面的儲能系統的電池應用 那這兩間廠商都是我們台灣數一數二的電池廠商 也是非常厲害的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我們的企核型綠能 他供應我們這個充電樁 以及他今天也幫我們借到一台電動車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參觀 我們會去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我們的 從外層到內層隔熱的一些科技技術 那主要外層的隔熱器呢 我們是採用熱土 乘搭熱土的隔熱器 那整個外層呢 它就是幫我們塗滿之後呢 它可以組織我們大部分的熱輻射等等 去做一個穿透 所以可以把這個熱擋在外面 那第二間呢我們會 就是第二間我們是介紹那個 我們的台灣節能膜 以及我們的警發鋁業 那這兩間呢 是幫我們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隔熱器密窗的一個領域 以及我們的台灣節能膜呢 它的節能玻璃 它有做一個Lore-RE跟Lore-R的玻璃 那也可以把我們外面的熱源 組組就是擋在外面 那第三間呢 我要介紹我們的 稍等一下 第三間呢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 內閣熱 我們的棕林建材鑽泥板 那它的鑽泥板呢 它是透過一些環保的樹 就是它的樹的結構啊 等等那個材料 配材料去做一個重新的加工環保 那它的材料呢 裡面有去做一些水泥的塗層 所以可以它不管它可以用在外層或內層的隔熱 以及它可以做一個隔音的效果 所以從 你從大樓呢 到地下室 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建材 其實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應用及領域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的茂西亞科技公司 茂西亞公司的主木地板 那主木地板它與安聯科技公司一起合作 去打造一個無甲犬的主木地板 及耐磨地板 那也是我們台灣數一數二的 破級的非常好的耐磨地板 那以上還有一個我們大肯曲木 大肯曲木家具公司 它提供我們一個無毒環保的家具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去聞那個裡面的米桶 裡面有一個圓形的米桶 它其實是用檜木做成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香 那其實我們這個耐磨光屋呢 我們主要就是透過一個儲能系統 其太陽能的一個 就是不用任何台電就可以去做供應 所以我們所有都是自主能源去發電的 所以一年365天 它完全都不需要台電的電力去供應 所以裡面你想吹什麼冷氣用什麼電氣 都可以在裡面使用 那另外就是因為我們要增加 我們裡面的能源的效率 所以我們結合了這麼多廠商的隔熱 然後它可以大幅提升我們裡面的 比方說太陽能用發電出來的除電的電量 它不會這麼快就使用完 比方說我們今天用冷氣 它不用調到說16、17度 你整個貨櫃還沒辦法冷房 所以今天我們所有的隔熱做好之後 它的太陽能發電存進我們的電池裡面 然後我們冷氣開出來的話 我們可能只要開25度到26度之間 我們的貨櫃全部都可以變成冷房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減能設備 以及我們的廠商都是我們非常非常好的資助 那等一下我也要感謝就是 最後我還要感謝就是 我們台灣碳交易呢 主要就是為了要打造我們未來的能源 新能源打造這個能源諾亞方舟 對 那諾亞方舟我們也是為了想要提倡就是說 未來的環保啊或節能啊創能啊 都可以在這個領域 那不管說未來我們有一些 比方說偏鄉地區啊 或是你要做一個隔離房啊 或是有一些 有一些沒辦法遷到四店的一些領域的空間 或是一些移動書房 或是移動商店 那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一套系統呢 去做一個很好的搭配及應用 那以上就是謝謝大家 各位來參與我們這個這場的開幕儀式 謝謝大家 台灣碳交易公司許金長 為我們做的一個開場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邀請在場的嘉賓來為上場 為我們說幾句祝福以及的話 那首先呢 我們邀請在屏東縣縣長任內 大力推動綠能的這個曹啟龍陳縣長 來為我們做一個開幕的一個祝福以及支持 我們歡迎朝鮮長 梁董還有我們很多的議員 館長 謝謝有十四家這麼優秀的廠商 大家共存一個國家隊 那能夠促成這一個一字結論 那我 我問說 西語就問說 怎麼要介紹我呢 我說 介紹我是前屏東縣縣長 為什麼 因為當年 莫納納克排庫的時候 我們深受其害 覺得如果沒有網 智慧電網 這個 微電網型的話呢 我們雲 在氣肉變形之下一定會非常容易 二十年前 隔山場的一個大爆炸 那個大爆炸 那個大爆炸是因為 隔壁的那個大爆炸 那它就不方便了 所以 隔山場再有更強的power 出去 隔壁 隔壁 隔壁就把隔壁 隔壁裡面的所有的機組 把它收開 收開 收開 照理有四部的緊急的柴油發電器 可以緊急發電 哇 烏肉片 人業營 這四台隔壁 這個緊急的柴油發電器 一台一台故障 燒到裡面都看不出來 消防隊大家的防禦 河山場的消防隊也防禦 我們縣政府的消防隊也防禦 我們在這邊轉 好 那次大爆炸 可能我們高雄地區不趕 因為我們這裡有火力發電 所以 那個空缺 河山場的空缺 那就可以調度 台電的工程師 立刻調度 那這裡不是我們的空缺 所以河山場 極部的受害 好 那是大電廠 遏制 遏制 集中電力 十一年前的莫拉克 高雄市這邊微微有感 那是因為高雄市這邊缺水 那是小林村 整村都滅掉了 那麼小林村整村滅掉了 那是台灣的滅村 十五千元 可是在我的家鄉 在我當縣長任內 林邊鄉跟加工鄉 斷水斷電 一個半年 為什麼 那個電電站 買啊 污泥 污泥 污泥埋掉 為什麼污泥埋掉 因為山很爆發 所以 地程下限3.5公尺 我們超抽地下水 大自然不可以補掉 對 對 一家的米土來補給土 所以 變電站就變埋了 變電站變埋了 沒有變多痛苦呢 喔 這個時候 我們醫院如果沒有變 把糖化掉了 我們的家庭如果沒有變 冰箱壞掉了 我們林邊是因為養泥很多 所以 小熊的冰褲會養 臭嘎嘎 我們家庭裡面的污水 家庭污水 沒水來了啦 啊 化分池全被污泥 就封掉了 所以 你不 沒辦法在那邊生活 就 安靜 安靜 一個半夜 有些人很 死守家園 因為 發生了一個更需的疾病 因為 屬的交換 衛生室不敢公布 不敢公布 發生什麼要不屬疾病 因為 恐慌 恐慌 所以 那個痛苦離心的記憶 我都希望說介紹的是 林中縣的現場 也一直在提醒我 我們公布門的這個 不管 議員 或者所長 大家要努力的推動 再生而來 特別是 唯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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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 能力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楊明萌 首先在 小林村的新的 路路 創設 智慧 小型 電能 能夠相形建 我們 我們在屏東也在嘗試 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用 洋水重店 洋水重店是 賣店 利店 與台店 但是也要建立這種 利店 家庭的利店 或者社區的小利店 能夠彼此 互相聯通 我們花多少錢呢 好像一兩千萬 買了 IBM的技術 買了 核能手的技術 買了 大同公司的整個技術 再加上 一個 小微型的轟利發電 再加上 一個柴油引擎的發電 柴油引擎是用 生殖能 貪工具沒有的話 用鋒利 鋒利 鋒利也沒有的話 我們就用柴油 柴油用 你乾淨的柴油 才有 花了這麼多錢 就是 陽明模 董事長 就能夠整合 很多朋友 做出 一代的 一代的 四十尺 還是二十尺 四十尺 四十尺 我們的自止能力 現在 2.0版出現了 這個 在全世界 都是 左菜最喜歡的 所以 我要特別 謝謝 楊明明的 董事長 跟 十四位 廠商 你們一步一步 都在為我 這個世界 磨福利 太了不起 所以我今天來 就要向大家 致敬 那麼 我們 還要繼續加油 創造這個 保證 我們 家庭生活 以外 更重要的 應該是 創造商機 能夠 供應其他 所以 台灣 可以幫忙 也應該 這個時候去幫忙 別的國家 好 楊總市長 是四家的 廠商 感謝你們 我們這麼好的成果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 在地的這個地主方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陳迅祥館長 來為我們做一個致詞 歡迎陳館長 喜 jun why 謝 繼續 兩種 有 國立議員 雅進議員 林秘俞 在座各位 夥伴廠商 帶項 各位격 Inclie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 我們有很多的展示的作品 還有一些科教的活動 一些科教的活動 那今天為什麼是最特別呢 因為能夠一個獨立的完整的 讓民眾可以了解 完全不需要台電 這一個作品 在博物館裡頭應該算是第一次 所以對科工館的發展歷史上來說 這也是寫下歷史的日子 有話說 一人獨行走得快 與人同行才走得遠 所以碳教育公司 能夠整合各相關的 跟力能相關的廠商 大家一起合作 做了這麼一個demo的作品 我覺得它非常具有教義的意義 對於科工館 一個科學類的博物館來說 它又是一個很生活化的作品 活生生的作品 所以呢 我們內部也討論 雖然沒辦法擺到裡面去 因為沒有合適的空間 擺到這個地方 雖然不是主要的動線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 讓到博物館的 這個口罩可以再改良 可以讓到博物館的民眾 知道有這麼樣的一個特別 而且可行的作品 在這個地方 花光 花亮 在2010年 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呢 得到科技部的支持 我們當時跟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共同分別的提案到科技部 爭取氣候變遷為主題的一個長設展示品 最後由我們高雄的科工館 這一個落腳在這個地方 從那時候開始 科工館呢 就一直在經營一個 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一個展覽 也就是 後來衍生出一些災防的教育 環境的教育 科工館也是全國博物館裡頭 社交館手裡面 第一個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 一個博物館 跟各位嘉賓分享的就是 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呢 在節能減碳 在愛地球 在環境教育這個主題呢 是我們同仁 練之在之的一個重點中的重點 因此當這個雅鈴 帶著這個我們好朋友 到科工館來商量這個事情的時候 坦白說我非常的高興 因為就很像這個 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這個如果要由科工館單獨去做 做不來啦 但是我們有言人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能夠做出這麼好的作品 因此我也很盼望 剛剛這個執行長介紹了 各個夥伴廠商都有很棒的作品 未來怎麼可以加一下 讓來的參觀民眾 都知道這幾個參與的廠商 他們的產品的特色 以及科學的元素 讓孩子們呢 除了來親自體驗到這個作品以外 在科學素養方面 也能夠有一點價分 我相信我們全民的科學素養 如果能夠前面的提升 相信我們整體社會的生活品質 一定會得到改善 而且聯合國呢 在未來應該是2050年吧 要求碳中和 所以我覺得碳中和公司啊 真的是太有前瞻的眼光了 他把這個聯合國要要求全世界做到的 這個碳中和的目標 變成公司的名字 這應該也是專利喔 我相信這一家公司 未來啊 如果有股票上市啊 各位應該趕快去買 會有前瞻的發展 我相信是 因為 企業界 如果能夠跟著世界的潮流 順潮流而發展 相信成功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再次感謝我們相關的夥伴廠商 共同來創造這個教育的價值 也讓我們社會大眾能夠耳濡目染 了解到原來能源 未來也可以是這樣的一個型態 我相信37個在科工館園區 運動的社團夥伴 再加上每天早晚來這裡 溜搭的自由戶 未來應該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再度感謝大家的力臨 以及對科工館的支持 尤其我們曹縣長啊 我剛剛跟他報告說 科工館有一個農業科技的展廳 當時我們曹縣長在農委會當主委 也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讓那個展廳到現在運作得非常的好 再度表示感謝 也謝謝柏林議員 就在社區裡面 把社區的這個博物館的事情 也當成他的一個事情 非常感動 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家庭幸福美滿 歡迎以後你們常來 謝謝 接下來我們有請這個高雄市議員 黃柏林議員 上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黃議員 董事長縣長還有館長 還有各位企業家大家好 剛剛館長說 事實上能源議題非常重要 它衍生的不只是經濟產業還有教育 我們要多方向 前兩天高雄市的那個 花蓮辦了一個科丁比賽 高雄市得到全國最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過去兩年在高雄 辦了大概兩三百個班 有一萬多個孩子結業 很多優秀就去比賽就得獎 那裡面因為我們有科公館 可以產生個很好的連結 讓孩子從教育中 從這種活動中學習 他的那個會雜根 那另外剛剛館長講一件事我覺得很棒 就是產業一定要結合 團結力量大 這14個企業把它拆開來沒有特色 但是把它結合再結 而且又放在科公館 那意義就不同 我昨天到桃園去參觀一個廚餘的處理場 然後那個老闆投資了4000多萬 蓋了一個廚餘 那如果你沒有廚餘廠 就兩個一個是丟到裡面燒 另外一個就是簡單的回收低價 但是它並不能發揮最高的效能 但是因為有人做技術研發 有人願意投資了 結果Discover 連馬來西亞到處都要來 來跟他做整場輸出啊 所以他賺的就不只是處理的錢 而且還有賺那個know how 怎麼把整場輸出 我相信在你們的領導下 這個team應該會未來大有可聞 那最後我非常感動那個縣長 對於整個氣候變先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這一代 應該努力趕快把它做好 那我在議會提過這個儲能的問題 怎麼讓它更有效 那再次祝福今天所有到場的規定 每一個人都能心想事成 我們未來對環境議題能夠更用心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請到我們今天展望致詞的 最後一位嘉賓 山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楊敏聰董事長 來為我們做致詞 歡迎楊董事長 曹建長 院長 楊董事長 我來回應一下曹建長講的 你說的那一套系統 就是我們的電子 十幾年前做的那個電子系統 那很高興 當時我想那是一個孤島運行 那個電子系統 那很高興也是這一次能夠跟 楊董事長能夠一起在這個結能屋方面 能夠大家一起合作 那確實 楊能這個產業 這個儲能這個產業 不好做 剛剛大家談到一些數字 那我們的東西是 這個PVC 也就是增量電子 INSIGHT 在裡頭 你們大概不太會看到 除非楊董事長 願意把它打開了 那個儲能的這個電子組 我們是在這裡的那一顆小電心 各位可能不知道 一顆小電心 我們已經大概投資了這個技術 我們大概投資了大概超過16億 現在還在虧錢 現在還在虧錢 下午要去見那個 沈潤金副院長 跟他談一些國內這個電子產業的一些重要性 因為我想在各個領域 各位都知道 其實未來是一個綠能 是一個電動車的一個產業 我們很高興能夠參與楊董事長的這個計畫 那其實以台灣的一個產業的特性來說 我很喜歡楊董事長這些 他所從事的這些計畫 我們去跟人家拚大型的 可能不是那麼的 怎麼講 有競爭力 因為台灣在儲能 在電子這個產業 我們的起步比較慢 講坦白的 現在對岸的這個整個電子產業的規模 跟他們的性價比 我們現在要彎道超車 實際上做起來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其實國內在這方面的能量 在運廠在每一個每一個 就好比今天來參與的這些廠商一樣 大家都有能量 那怎麼樣把這些能量整合起來 變成是一個所謂的國家隊 那能夠大家 這個年代必須要打群架 要打群架 單兵孤鬥真的是很難 所以我想各位過去也看到一些台商 過去中國這一邊發展事業的一些結果 其實有好有壞 但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能夠透過 楊總事長這樣 當我們這個領頭養 幫我們做這個隊長 我們就跟著他一起 把這個綠能 把這個這部分的 這個結能屋的相關的這些事情 能夠把它做好 很謝謝楊總事長 跟各位長官的鼓勵 謝謝 我們要為我們這個一日光估 進行一個剪彩的一個儀式 那我們請這個 曹縣長 柏林議員 陳館長 以及這個結能屋的楊美觀董事長 以及李亞進議員的李秘書 請上這個上台 我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把這個彩球先跟 對 對 大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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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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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